好 接下来看到花莲县紫五县文教慈善协会 今年除了发放白米给花莲市 和吉安乡总共1600户中低收户的家庭 还在捐赠250包白米给花莲市公所爱花莲食物银行 花莲县紫五县文教慈善协会 由理事长赵瑞平会同市民代表会副主席黄达翔 市民代表姜如林还有多位的理长 共同到爱花莲食物银行来捐米 这是继花莲市和吉安乡捐出1600分的白米物资后 协会今年首度再增加捐助爱花莲食物银行 花莲县紫五县文教慈善协会 112年度的爱心物资捐赠活动 在1月8号在花莲市捐赠了1000份的物资 给我们的弱势民众 接着在1月14号又捐赠了600份的物资 给我们吉安乡的弱势民众 那在这一次的活动当中 非常多社会上的爱心人士 捐赠了很多的爱心物资 给我们植物县文教慈善协会 那有多余出来的许多的物资 我们在利用今天的时间 将我们这些剩余的物资 捐赠给我们花莲市公所 所成立的食品食用云行 那希望也能够加会更多的一些弱势民众 那在这边感谢这一次的活动当中 所有社会上的爱心人士给予我们植物县文教慈善协会的协助 那也感谢我们的会员在非常多的时间来协助我们来做发送 也感谢我们的吉安乡的村长 花莲市的里长 里干事们能够来协助我们做发放的动作 在这边一并感谢 市长威家燕协同社劳科长肖子卫班状表扬 表达对协会致力于社福公益的感谢 今天也非常感谢植物县文教协会的一个理事长 捐赠了我们250包的米 白米 那来给我们食物银行 真的非常感谢 那我们也知道植物县长期以来就在花莲县 不管是弱势或是有需要的一些家庭都非常的乐意去协助 那今天真的非常感谢 那未来也希望不管有工不管有私的企业 都能够来一起来为我们弱势的家庭来做一些事情 那也希望我们社会都能够有一个正面 然后有一个善的循环 那真的很感谢我们所有今天来的 所有不管是我们协会的理事长 还有我们一些会员 还有我们一些领长来捐赠的这个仪式 市长渭嘉燕感谢在这段时间 有不少热心人士 社团企业宗教团体 用行动关切社会的弱势族群 也及众人之力解决他们面临的困境 市长也欢迎有意捐赠物资的民众 可以向花莲市工作社劳客来掐行 绝对会欢迎市报道